新竹市 在林志堅接任市長之後 新竹市在林志堅接任市長之後 可以說喜事不斷 今天更是三喜臨門 除了新竹公園的 麗池園林 還有波公館同日啟用以外 2018年的玻璃藝術設計節 也將在今天揭開序幕 未來我們新竹市公園 完全開用後 不只是提供市民生活的品質 不可以增加新竹市民 對新竹市的行動 新竹公園 總共18公園外 行政在1916年 不僅是有這個 立池園林 還有董文 還有這個 福辦廟庭 還有波公館 等等 可以看到 歷史上新竹市的風華 但是呢 100年之後呢 風華退進 反而成為新竹市的負擔 所以呢 林市長在競選之初 我還記得 到台南市去找我的時候 他特別談到 他要改造新竹公園 但是我在想說 這麼困難的事情 他真的有辦法比以往的市長 更有能力完成這樣的目標嗎 那今天來看 他的確如此 他的確如此 另外今天的玻璃藝術設計節 以往的藝術節 是一個靜態的展示 跟今年的玻璃藝術節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呢 多增加的設計這個元素 他是用玻璃藝術來作為媒介 結合在地的企業跟工廠 然後呢 去訴說新竹的歷史文化的故事 也去呈現新竹市生活的種種的層面 我們可以這樣講 未來的新竹的藝術工藝 會是新竹市另外一張名片 他是可以代表新竹市 新竹市的成功應該廣為各縣市學習 我相信這樣的話 台灣每一個城市都會更進步 台灣會更美麗 大家的生活會更好 大家同意嗎 同意 好 最後 感謝大家的支持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家庭美滿幸福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謝謝人們 每天月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